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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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起来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之后就特别努力学习 考了班里第一名 应该说是我报了很多补课班 然后每天放学都在学习 其实也是有个弊端的 可能跟朋友呀 就是我同班级的人 交流就会比较少 班里的同学其实都比较讨厌我的 其实我也是受过一阵 算是校园暴力吧 就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 大家就是不怎么爱理我 然后在背后会说我的坏话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自信的 然后觉得我在班里成绩好呀 然后跟老师关系好呀 而且我是那种比较好强的性格 就你们越讨厌我 越说我怎么不好 我就一定要做得更好 然后让你们没有办法说我 我就有点强迫症 就像现在我那些高中同学聚会 他们就会说 其实那时候都是在羡慕我 所以才会嫉妒我 才会是那个样子 但是我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了 就过去了一段经历 但是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经验吧 就像很多人说我考了班里第一名 我在D班 那可能在年纪可能成绩不太好吧 其实我们是 就是如果你考了第一名呀 或者你越过了上一个 这个档次的分数的话 你是可以往上跳的 我是有跳到C班去 但是C班的话 就是你适应的环境也就不一样了 老师教课的那个习惯也不一样了 我进了C班以后 我就觉得很不适应 所以我还是回到了原本的D班 就是我们1000多个人 我成绩能考到前100名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自豪的 然后还好就是因为我那段时间的努力 然后我才能考到上海 然后在上海上的大学 然后遇到了奶酪 这都是一个缘分我觉得 第二个故事是我跟化妆品的渊源 我感觉美妆简直就是刻在我的命里的 你们肯定不知道 我家里啊就是我爸妈 从小就是开化妆品店的 我是从小就在美妆化妆品的环境中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我每次去学校的时候 同学都会说 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呀 我是上大学才开始化妆的 我以前在店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就是化妆品 就是护肤品 对皮肤能变好 而且我爸妈是想让我好好学习吗 不让我过度接触美妆 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开始化妆都是从大学才开始 真的 现在的话我觉得你们都比较好了 像高中呀初中呀 很多人都开始化妆了 这个月的第二步 其实我大一学的是土木工程 我当时真的是 别人说这专业好我就爆了 但是我去了以后 大一我根本不喜欢 所以我就考了年纪前几名 我们学校有这个规则可以换专业 我也是犹豫了很久 是换建筑呢 还是换化妆品研发这个专业 因为我从小是学美术的嘛 小的时候就是学了很久美术 但是我也不是美术特长生 我就很喜欢画画 我当时想学建筑的话 可以设计房子呀 设计自己的那些这个装饰的东西 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点 但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专业就是 化妆品研发嘛 更好找工作 肯定也有人跟我一样 觉得这个好找工作 那我就学这个吧 然后我就学了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对化妆品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后面越学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喜欢 再之后 然后我喜欢平面模特 我很喜欢看日本杂志 哇 但是呢我的个子又比较高 像拍淘宝的话 其实是165以下更受欢迎 当模特的经历 让我接触了一个综艺 然后让我学会了怎么拍视频 从此我发现我更爱的是拍视频 然后我大学毕业了以后 我就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做博主 因为我觉得我剪视频的时候 那份热爱 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我剪视频怎么能那么快乐 而且一个视频呈现出来 我就很开心 但是刚开始你们可以看我的化妆视频 画的超级超级烂 不要太烂了 从那个时候陪我走过来的宝宝 我真的很感动 我那样的化妆水平 你都能喜欢我 真的 但是我不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吗 我就逼着自己 面对着镜头啊 镜子摆在旁边在这里画 而且要画的稳 就是其实是一点很难的事情 如果你单独对镜子化妆的话 我可以画的很好看 但是你镜头在这里这样的画 然后脸还有这样子 就非常的难 就逼迫自己逼迫自己 然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所以我觉得做美妆博主也是一个渊源吧 然后到我现在特别特别爱美妆 命里带着化妆品吗 我觉得我的经历还是挺有趣的 如果你现在对工作呀 还有这些比较迷茫的话 你可以慢慢的来 你其实你专业学了什么 和你毕业 你做什么工作 有时候不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你在过程中 你都会发现自己一个爱好 你总会发现 你这一生想做的一个工作 我还给你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的好闺蜜 就是在新疆的好闺蜜 我们俩在一起 差不多十几年了吧 他其实是文科生成绩特别好的那种 然后考了一个一本 而且学的是新闻专业 但是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 他现在在做画游戏 他是上大学了以后 发现特别爱打游戏 打撸啊撸 他就大学毕业了以后 专门又报了一个什么游戏建模的学 现在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 然后每天都可以跟游戏接触 然后也很开心看他每天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的奇遇吧 你不用担心你现在还没有遇到你喜欢的这个工作 但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一定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而且这个工作也断裂了我 我虽然是个画牢吧 但我以前其实是比较腼腆的 不怎么爱跟人聊天 但现在我就特别喜欢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 我觉得你们每次给我答复啊 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就感觉你们就在我的身边一样 感觉多了好多好的朋友呀 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经历啊故事分享给我 然后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可以下一期视频要讲讲你们的故事 我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来看看我 或者是给我留言给我私信 我一定会尽量的回复你 感觉是相互温暖彼此 然后度过这一生 我觉得超级有意义的 第三个故事也是大家常提到的 北方人在南方生活是怎样的体验 我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上海 第一个想法是 哇冬天竟然还有喷泉 不会被冻住的吗 那个树叶都绿着呢 像在新疆的话整个 哇全是冰天雪地的 那差距不要太大了 还有一点就是新疆跟内陆其实是有时差的 就算新疆跟北京也是有时差的 就是这样一个叫什么 我应该不是文科是吗 什么的精度还是纬度的区别 我以前在新疆的时候 我觉得10点钟起床是一件很早的事情了 但虽然上高中的时候都天没亮的时候 七八点的时候起床 但是上大学的时候 哇六点多起床 天已经很亮很亮了 而且上课很早很早 哇那不要太痛苦 如果你是个北方生在南方上学 真的 那个过程啊我简直是煎熬 我每天早上起床 还有在南方放学的时候是四点半 但是我在新疆 那时候差不多才上下午课 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很不适应 早上起的晚了 一天就过去了 不过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南方的生活 南方比较潮湿 我觉得皮肤特别的好 不像我一回新疆一回家 我一撩起裤子 哇简直是一腿全是白皮 干的不要太干了 这就是我的人生境界史吧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肯定很多人没有我这样的跨度 尤其是跟美妆的这个渊源啊 不要太深了 因为美妆我才认识你们嘛 然后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有现在这个工作 然后每天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希望在座的姐妹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 然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对爱情啊 什么比较感兴趣的话 其实下次可以给你们聊聊我跟奶酪的事情 哇不要太多了 跟她在一起七年哦 那个过程哦 唉 好一脸嫌弃 喜欢记得点下赞 记得订阅游戏的频道 如果你们还想听我唠嗑的话 就把自己的一些故事可以留给我 然后我们可以相互讨论 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给我 准备去卸妆然后出去吃火锅 我超级爱吃火锅 对了我忘记说了 我超级喜欢吃辣 那么 拜拜 爱你们 爱你们